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有的朋友就问了说 听今天的节目 您这回叫正式入住是怎么个意思 跟大伙解释一下 所以我平常 也可以在账号上翻一翻大家的留言 跟大家进行个互动 所以大家有什么事我也能够看到 有什么新节目也在这个账号上 大家可以听 可以看 这我也跟小编在商量啊 具体得挑个好日子 目前呢还真没有最后定下来 但是呢大概日子定下来了 大概就在六月下旬 可能就能跟朋友们见面 具体您还得再等我一个消息 请您耐心等待 玩呗 期末的时候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理想 就是在我这个年龄能够买个摩托车 是吧跟大伙一块转山去 但是呢家里不同意 我也没得打破 那就得看困不困了 要是困了呢翻两下 没有什么信息就睡了 要是不困 添亮眼它 没那么辣 饮養员呀 养动你 烟 最想回到哪段时光呢 就是零四年零五年 我跟郭老师刚刚进小鸡场演出 还没火的时候 那时候能真正踏踏实实说想什么 你以前最多的小话 哪个喜欢你 也就最多俩吧 也没听说过 早上起来五点多钟出去赶人家早点局去 没有 这可以因为比较厉害 给他们唱歌拿几个 哈哈 我这都喜欢唱 但是新歌不会点的都是老歌 随着鸡一块点就完了 这个唱功弹不到 你要说能听得过去 那就算您捧场吧 您觉得最吵的一个心里激烧的人 加油 你的小朋友开个地方在哪里 西藏 因为演出哪儿都去过 全国各地都跑道 只有西藏没去 但是这岁数这身体 现在让我去 我还真有点含糊 之前秋裤他怎么敢穿 一直就没穿 我有一个习惯 到现在我也有这习惯 从来不穿秋裤 多冷的天也是一条单裤就过来了 所以到现在没穿过去 这不老婆最有个词 也有什么 金字破 哈哈哈哈 了解对一个女传续修学功啊 没实际打高 哎呦这个还真不是太了解 有的时候朋友说 哎为我们这一个小演员打个高吧 她是女团的一个孩子 哎作为帮忙也就说了 但是呢 对于每个演员的实力啊 各方面都不了解 但是我都希望她们能好 你要说打高的话 我都给她们加入 用一句话 其中一天自己爱一份女装的男生 我先 哎呦这个 如果可以挑衅 你会成员 不要再做什么 甭管哪位成员 我都想说 找点别的事干吧 最近想演出可能不得可能吧 我什么话 想对你喜欢的快乐 我爱你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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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